2005年,辽宁一十岁的小男孩张新阳参加了高考,最终他以505分的成绩被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录取,成为中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。 2008年夏天,13岁的张新阳通过北宫大硕士研究生的副试,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。 2011年,16岁的他成了最小的博士生,被北航数学专业录取,这位小男孩一路走来都在创造中国最小最年轻记录。 虽说本科不是名校,但相比同龄人来说,他已经足够优秀了,将其称为神统不过分吧。 那么,张新阳有着怎样不平凡的成章史呢? 本期最人物就和大家走进神统张新阳的传奇成章史。 1995年,张新阳出生于辽宁省盘景市盘山县,这是一个距离海边不远的小县城,总人口不到23万,且多民族聚居。 出生在这样的小县城,就天时地利来说,自然和北京等大城市无法相比,但神童张新阳就是从这里成长的。 不过,对任何孩子而言,父母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因为父母的身体言行会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一生。 而对于生活中的每一对父母来说,用合理的方式去引导孩子,看待生活与世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 而张新阳的父母也不是普通人,他父亲是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,母亲是高中地利老师,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吧。 夫妻俩平时的共同爱好就是看书,家里总能营造出一个学习的氛围。 而现在,我们的家里虽说父母经常监督孩子学习,但大多数就是拿着手机玩,边玩边看,甚至还会说,快写,写完给你玩玩手机。 所以小时候的教育,父母应该下了功夫,但神童张新阳自出生后,就展现了不同于常人的天赋。 他在两岁的时候就能识别一千多汉字,想想我们两岁的时候在干嘛,估计跑也跑不稳,还到处哭闹。 数数是否能数到一百就是个问题。 父母都意识到张新阳是个天才,下班后就会认真辅导孩子。 到了六岁的时候,适龄的张新阳上了小学,这个上学年纪的确很晚,但是上了小学后的张新阳就与同班级的孩子拉开了差距,老师上了课他全部都会。 所以张新阳在一年级就读六个月后,就完成了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四级跳,这样的速度简直是开挂。 一年后,张新阳直接读初中,更有小伙伴曾感叹,这小子是来自未来,进入初中后的张新阳没守成规。 像其他孩子一样,度过了他的初一、初二的时光。 到了初三,小新阳上课不好好听课,经常被老师教训,并要求回答问题,但就是这样不听话玩闹的孩子,却将老师的问题一一答了出来。 就这样,老师将这一切反馈给了家长,父母决定把张新阳带回家学习,给张新阳买了高中的书,让他提前预习预习。 第二年开学了,当初三班级的同学们还在等待着张新阳会来上课的时候, 人家却直接跑到了高三班级学习,而这个时候他才9岁,估计有的孩子9岁才读三年级吧。 虽然在高三班级里,张新阳成绩不能名列前茅,但也中等偏上,他已经具备了参加高考的能力, 在多次高考模拟中都能考500分以上。 这个成绩读个二本肯定是没问题的了。 就这样,2005年,10岁的张新阳参加了高考,我们都知道参加高考需要身份证, 而张新阳因为没有身份证,所以他只能靠一张当地派出所开具的户籍证明才得以报名的。 当时他参加高考进考场的时候,还是引起了众人的目光。 先不管他成绩咋样,这么小能参加高考就让无数家长羡慕了。 从考场出来后,自信满满的张新阳对着父亲说道, 考得一般般了,可能会比我考得好一点。 最终等待多日之后,2005年,辽宁高考成绩放榜了,张新阳考了505分。 虽然算不上高分,但也比当年辽宁省的二本分数线高了近50分, 也算是考上大学了。 对于张新阳来说,放在他面前有很多路,毕竟才10岁, 要是能复读一年,或者多复读几年也无妨。 加上练习,考上清北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但是张新阳貌似更看重最年轻的记录,他还是报了高考志愿。 最终他被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录取, 以10岁的年龄成为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。 一时间的媒体报道,让张新阳成为了中国父母眼中的好孩子。 当然,这样的神童全国也没有几个呀。 那么,人家父母到底是怎么培养的呢? 面对记者采访,张新阳的父母张慧祥说道, 我没有采用特别的方法,不过比较重要的是, 父母一定要爱学习,爱动脑子,经常思考,对孩子有好处。 这句话可能会引起键盘侠极度不适, 但遗传真的很重要啊。 就这个受到大学录取书的孩子自信满满, 面对记者的采访时,表示自己长大以后要当大学教授, 还认为天津和北京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, 并且觉得自己以后在天津读大学应该会很轻松。 和记者聊着聊着就不耐烦了, 直接说我去玩了,再见。 显然,张新阳志气未脱, 那么十岁的他如何远离家乡,北上生活呢? 不少学者教授都开始担心这个十岁小男孩的大学生活。 盘山县高中校长曾说, 按理说他应该再等一二年, 学得更扎实,身心成熟一些, 可现在只能上了大学后再看了。 不过张新阳一家人却早已做好了上大学的准备。 为了能够陪伴儿子, 母亲将工作调到了河北廊坊, 父亲也暂离职位,到天津全程陪读, 进入大学后,张新阳适应非常快, 在开学初全班进线的英语测试中, 张新阳考了94分,名列全班第一。 在所有大学时都苦恼的高数课上, 张新阳更是受到了老师的表扬, 毕竟从小到大, 张新阳最喜欢的科目就是数学, 而他的专业也是数学。 至于如何与人相处, 大家也不必担心, 因为大学里,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很喜欢他, 常和他坐在第一排上课的四个女生, 甚至成了他的四个姐姐, 科宇总爱带他一起玩, 作为系里的明星学生, 张新阳也成了各种活动, 不可缺少的一份子, 体育比赛的啦啦队长都是他来当, 而在大学几年的陪读时间里, 父亲也开始培训儿子的独立生活, 经常让张新阳做一些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, 提前适应一个人的生活。 2008年的夏天, 13岁的张新阳通过了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副试, 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硕士生, 北京工业大学可不是普通二本高校, 它是一所211高校。 从天津到北京, 13岁的张新阳终于如愿, 到了他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城市, 由此, 他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, 学校也自然对神统给予特殊对待, 学校为他安排了一个两人间的宿舍, 以便他的父亲继续照顾年仅13岁的张新阳, 但是父亲刚刚搬进去不久, 就被张新阳赶了出来, 此时正值叛逆期的他认为, 自己已经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了, 也需要一些个人空间, 更需要充分的自由。 从小到大, 父母都是尊重孩子的决定, 父亲只好搬离学校, 就这样, 张新阳开始了他独立求学之路, 起初, 他因为兼顾学习与生活, 成绩并不是很好, 甚至有些荒废, 但在后几年, 张新阳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去, 索性他够聪明, 也很快完成了名为, 区间只函数的刺维分和队友的论文, 并且他的论文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 读研期间, 张新阳的朋友们主要来自同一个导师带的师兄弟们, 这些朋友们大都比他大八到十岁, 不过张新阳却和他们相处得很好, 一些师兄会叫他小孩, 他特别不喜欢这个称呼, 但他自己良好的人际关系, 也回击了六年前, 人们对神统情商欠缺的揣测。 2011年, 16岁的张新阳顺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研究生, 再次刷新记录, 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。 张新阳的北航导师周梦说, 三个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, 他的成绩是最好的, 北航已经是一所名校了, 全国排名也属前列。 这一年, 张新阳也再度爆红网络, 频繁的出镜倒是让这个孩子惹了不少人。 镜头前的张新阳外表成熟, 各自已经有1.78米之高, 完全就是一个大小伙子。 2011年, 张新阳现身某资讯网站, 这位16岁的神童一出现, 立即迎来无数网友围观。 但张新阳这位饱读师说的小伙说起话来, 却引网友不满。 作为一个东北人, 他的发言却引起了东北老乡的谩马。 此后在谈及到北京城市形象建设时, 张新阳提出了, 白领对北京毫无建设, 却破坏严重, 蚕食着北京宝贵的资源和就业岗位。 这番言论更是引起了白领网友的不满。 不仅如此, 他还透露自己读博士的前提是, 父母给他在北京买房。 在硕士论文答辩之前, 张新阳提出了一个, 让他的父母无法理解的要求, 那就是他要求自己的父母在北京买一套房, 如果不买的话, 自己就会退学。 这可将他的父母难坏了, 因为两人的工作都不是什么高薪, 而且为了支持张新阳的学习, 家里也没有什么存款, 怎么可能买下北京的一套房子呢? 面对儿子的苦苦相逼, 两人也是决定租一套房子, 来骗张新阳说, 已经买下了一套房子。 其实, 张新阳要求父母买房,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, 只是想向自己的同学炫耀一下, 也是爱慕虚荣的一种表现。 而在他眼里, 任正一生成功的标准便是, 北京户口, 买房, 找个好工作。 就这样, 因此事出名后的张新阳让无数人感叹, 甚至还为他的未来担忧, 这位神童以一呼寻常的速度赶超他人, 这个孩子的内心也承受着必然会有的巨大压力, 他的成绩, 挣扎, 狂妄和脆弱, 都是这个压力的后果。 读博之后, 张新阳的导师周梦主攻的方向是, XV系统的计算机符号计算算法研究, 但张新阳却对此不感兴趣, 于是周梦又鼓励他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, 但试了几个相关课题后都放弃了, 就是周梦又推荐他到中科院信公所学习研究密码函数, 虽然后来进行了半年, 但也为张新阳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, 到了第四年的时候, 张新阳苦于读博士四年还未毕业, 属于自己的神话难道就此破灭? 他的思想甚至出现了问题, 也经常心情抑郁烦闷, 甚至还透露出了退学的想法。 好在周梦教授是个负责任的教授, 他劝解张新阳, 重新对学习燃起兴趣, 也希望能够认真研究, 尽快早日毕业。 终于在2019年, 读了八年博士的张新阳毕业了, 不过在知网上, 却查询不到张新阳的博士论文。 近几年, 再也没有媒体再次宣扬他的神话了, 现在的他也消失在媒体眼前了, 终于可以做个普通人了。 如今是2021年, 张新阳又在做什么呢? 快要26岁的张新阳, 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, 也到了要婚配的年纪了。 而有网友称, 在华为遇到了张新阳, 但他毕业之后到底在干什么, 我们还不确定。 虽说读了八年才博士毕业, 但24岁的博士也很了不起了。 不过如今, 还是有不少人调侃, 如果当年张新阳的父母 能够在北京买一套房, 现在也升值好几百万了, 但笔者要说的是, 当年北京的一套房也不便宜, 一百万和一千万, 对于一个只有十万的人来说都差不多, 不属于自己的强拿不得。 喜欢这就是这就是那一份主要的 graphic, 好多得了。 父亲, 我爱啊。